那我想大家今天看到了 16位帅哥站在我们的舞台上 就知道新一季已经开始了 有人说大概能盼了 能有一两年了 可下才盼到16个小伙上台呀 是吧 为啥要盼着反选季来 是因为反选季 小伙子们站在上面 面对一个姑娘的时候 那真是群雄四亲 我们真正感觉到了 咱东北一句老话 狼多肉少 所以就是竞争的气氛 特别的热烈 是吗 但是呢要告诉大家 新一季规则有变化了 就更增加了 男孩和女孩之间的互动了 我觉得节目会更好看了 很有期待值 16位小伙子已经准备好了 我想大家一定非常期待 我们今天的四位女嘉宾 在这我一定要多说两句 今天的四位女嘉宾是很有神秘感的 同时呢又是重量级的 同时又是让人特别期待的四个姑娘 我先说这第一位嘉宾 第一位嘉宾 她的声音很甜美 大家只要听她的声音呢 你喝水都感觉很有甜味 总之呢一听到的声音 就如沐春风的感觉 含糖量好几个家号 来掌声有请这位姑娘 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甜甜 陈爽 来自于树 我今年18岁 括号12年前 我的爱情宣言是 卖男装的我最甜 贤惠持家 能挣钱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好 战士姐好 想死你了 王哥好不好 无所谓了 哎呀 好久没见了 你看 这就是说 我说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姑娘 是带有这种神秘色彩的 大家我想对小甜甜 都已经很了解了 上一季有人说战神 你愿意听吗 神我愿意听 战不愿意听 因为我换个字 我就老爱听了 换哪个字呢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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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相当于我们这一期啊 特别为我们这些 哎呀 就是觉得心头肉啊 就是亲妹妹一样的 这几个妹妹 特地安排的这样的一场 第一个出场的小甜甜 接下来我刚才说了 新节目了 新一季了 有新的规则 小甜甜听好我们这个 上场之后的第一个规则 这个规则的名字叫 爱谁是谁 这一季这个缘分天使的角色 跟以往的这些季都不一样啊 接下来你要拿着这个缘分天使 场上16个小伙子 你对谁的感觉最好 就把你的缘分天使送给他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也顺便看一下 这16个小伙子当中 对谁的感觉不太好 没有那么来电 至少可以免一盏灯 可以行动了 爱谁是谁 谢谢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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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号 大家好 我叫沈嘉兴 今年22岁 来自长城市 我的爱情宣言是 只愿得一人心 白色不分离 巴黎富男神就是我 喜欢我的姑娘 你就别躲 好 好 第一次第一季 好像第一集就灭火 我能得劲吗 第一次就不得劲了 我便灭了好几十回 我跟谁讲礼去啊 你跟我这讲灭灯 你跟我讲资格佬 你是不是啊 说这个真不怕你 其实吧 这个我主要是 刚开始灭灯的时候吧 我就瞅她那眼睛啊 包括那表情 或是你带下那顿豆腐肉 不知道从哪来的 一点不稳的 你知道吧 从脸上你就看出来了 对啊 另外吧 刚才她一下自我介绍 我这心里呀 老开心了 咋的了 我灭对了呀 她也对了 她巴黎铺的 巴黎铺咋来了 人家咱老长春不都有一句话吗 嫁人不嫁巴黎铺 其实不取桃园路 不是 小甜甜呢 不是 这爷爷辈的老话 你都翻出来了 是对呀 这是多少年前的了 巴黎铺男人 我想为巴黎铺人 就证明一下 现在巴黎铺人不是这么说了 都改了 就是要嫁 不是 要嫁就嫁巴黎铺 要娶不娶桃园路 就是巴黎铺现在都开发了 就是 现在都不像原来那样了 都原来二三十年代 都是流氓 现在不是了 就是 都是现在那边都土豪了 巴黎铺有一个唯一的二楼 就是我家的 好 好 来 场上16个小伙子 看一下小甜甜 对她的感觉怎么样 大家可以先 先考虑一下 不着急 哎呀 我真看出谁急性子了 请选择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小甜甜的第一个短片 了解一下 因为她在舞台上 永远都是四号小甜甜 但是我们不知道生活当中 它是什么样子 我想大家都非常期待 好 一起来看电影 甜甜甜甜 你这样的话文明根本就不是我妈 我是小甜甜 大家认识我都是因为我的声音 好多人都认为我就是一个柔柔弱弱的 腻腻歪歪的女孩 其实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 这就是我的家 是我生长的地方 也是我出生的地方 待上高中之前 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然后呢 我们家有四个孩子 六号人 少少有点超声 一般人我还不告诉呢 有爸爸妈妈 姐姐妹妹和弟弟 我排行老二 我妈呢小的时候 一直管我叫二弟主 因为我相对来说 有一点自来教 我属于那种没人宠我呢 我会自己宠我 所以说在我家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就是不管是姐姐妹妹还是弟弟 他们都把我当成妹妹一样来看待 嗯 所以说我是一个有一点点小孩子气的人 哎 干活呢 对我来说 实在是有点难呢 虽然说吧小的时候也干过 但是我说属于那种 都听不到人家一个的那种人 我记得小的时候 拔帮你 人都是那种毛着腰拔嘛 我就坐着拔 然后一个一个的 一个一个的往后边扔 特别有意思 其实我是一个吧 特别特别能折腾的人 当然了也是一个很倒霉的人 我一三年的时候吧 在河南做旅游 很不幸的是 我竟然把旅游紧点就能靠黄了 后来呢我回想出了 在长江路步行街干了两年的零售 又不幸的是 长江路步行街也慌了 后来呢我去黑熟路去发了 当时我就有一种想法 我能不能把黑熟路也靠黄了呢 可是事实是 黑熟路没黄我不干了 现在呢我是一名微杀 现在对于我来讲 对于我家里人来讲 找到一个合适我的人 是最重要的 我妈在家两眼急的呀 都冒绿光啊 恨不得呀 马上把我嫁出去 所以说呢有喜欢我的 爱恋我很久的男嘉宾 那就请为我留灯吧 好 好 好